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报道 事情发生在国外 当地有一对中年夫妻 其实平常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有车 有房 银行里也有笔小存款 只是有一天 他俩查看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 赫然发现里面莫名其妙 转入了相当大一笔钱 当然 两个人也很清楚 这一定是银行什么地方出错了 这个钱绝不是他们的 而这时候 如果他们马上致电银行 两个人并没有任何过错 全是银行的责任 但是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实在太诱人了 两个人决定 那就先花吧 银行也不一定会知道嘛 于是 在短短十几天 夫妻俩先后买了好几辆新车 一堆奢侈品 顺便还借钱给一位有急用的朋友 然而 才过了不到两星期 银行就找上门来了 说那笔钱的确是银行贵员搞错了 把另一位客户的资金误给了他们 两个人犯有窃盗 非法侵占财产多项指控 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 夫妻两人可要在牢里面度过漫长人生了 而我看了这个报道 一方面觉得 这银行也有责任吧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要负责 赔偿那位被转错钱的客户呢 而另外我也想到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就说到 贪财是万恶之根 在这句话的原文希腊文里面 恶除了有罪恶的意思 也表示灾祸 意思就是 贪财的念头是多少犯罪和灾祸的起头 最终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愁苦 只是我在想 如果我是那对夫妻遇到类似的情形 我的第一反应又会是什么呢 如果是你呢 你又会怎么做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at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